哈哈哈哈哈哈 大哥 你别说 你这本元斗气还真是个好东西 有了他 我们斗门 必将惩罢天下 哈哈哈哈 老祖 现身吧 哈哈哈哈 我已经晋升到天际了 从此以后 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斗门的了 你们 当年华国动乱 你们压迫我们数百年 今天 我要将你们踩在脚下 好好的粘磨 哈哈哈哈 斗门的恶势力复苏了 一门的弟子们听令 他们是邪门为盗 我们一门的弟子们 就是焚身碎虎 也要和他们同归一间 是 哎 师傅 一门的本元之力 我来跟你比划比划 自古正邪不了力 又想烧我掌门 先擦过我等尸体 好 那我用 先弄死你们 如果你跟着吗 你 一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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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姐夫 你在干嘛呢 哎呦 叮咕好做呢 要不跪下来给我的鞋子擦一下 它不干净的话 可是要扣你钱的腰 啊 我给你三秒钟下我的鞋子道歉 那可是限量版的 这就是我向你鞋子道歉的方式 你一个祸囊费 你拽什么拽啊 要不是干在我鞋子上 我怎么糟弄死你了 什么玩意儿 推 红小雷 你欺人太甚了吧 红小雷 你不要欺负人 一天 你别跟他一半见识 你倒是打我呀废物 打我呀 整天躲在我姐的背后 算什么本事啊 废物 红少他哪敢呀 放肆 公司不得胡闹 你也被他脾气 二叔你怎么这么说话 一天他是我丈夫 你丈夫 在我眼里连狗屎 谁别生气了 一天 千万别跟那些势力小人一般见识 我相信总有一天 你会一飞冲天的 你对我还挺有信心的 我不管 就算你于事无成我也爱你 宝贝 我也爱你呀 来吧宝贝 你不要 放我 别打扰我少女养性 容成斯徒家大少女的名号 你他们没救出我吗 你知道他是谁 当然知道了 他不就是红家那个小丁吗 你以为我会怕他 笑话 你才是 废来你 你要干什么 他是不是洪杖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好是我老婆 混账 你的好女婿竟敢得对师徒少爷 他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 啊 是是 我一定让他给师徒家少爷道歉 爸 这道歉有用吗 就是 把人打得那么狠 这次咱们得罪了师徒家 那咱们胡云家可就完蛋了呀 去 都留一天一只手 到如一天跪在师徒家门前 求饶 你他妈赶紧过去 爷爷 我这就执行家法 跪下 告诉你 我早就想弄死你了 嘿嘿嘿 我走啊 雪 你他妈妈他把钱给我 哎小雷别动急 等等 大夫 爷爷都已经说了你看我这 爸你还要护着他不疼 爸你天是小姨的丈夫 你看能不能 还不动手 哈哈哈哈好 哎 小雷住手 玉燕你要躲他的手 就先锻了我的手吧 你也让 你也让啊 你是我们红家怎么出来你这么个不小女 啊 哎呀老祖宗您别生气啊 我倒有个方法 既能让司徒家消了气 也不用伤害这对小夫妻 哎呀 这件事的起义呢 是司徒家少爷 看上了我们小姨 是司徒家的起义 如果让小姨陪司徒少爷住上那么一段时间 那司徒家的气不就消了吗 你找死 你什么身份 司徒少爷什么身份 小姨能陪司徒少爷 那是他的福气啊 爷爷爷爷我不要不可以 妈 这样 这样确实不好啊 是 哎 爹 甭犹豫了 我觉得琳达说的行 哎 借着洪小姨 咱们洪家就能攀上司徒家了 人家司徒家可是咱们融成的三大家族啊 哎呦呦 怎么着 还想跑步成啊 我得虚实话呢 我告诉你 你对好给老师一点啊 就按琳达说的吧 算你小子好命 帮助的手 不过呀你放心 我姐呀早晚还是你的 等司徒少爷玩腻了 还是你的哈哈哈 妈的坐上 爷爷 是不是我不去陪司徒 你就一定要上海一天 是 好 我答应你 不过给我一天时间 明天我自己去这玩 小姨 你不能去 你不能去 一天 我们回家吧 一天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吗 那天 我被几个混蛋骚扰 你明明没有力气 却还为了素不相识的我拼命 被人打得滚身是血 你真傻 我不光傻 而且笨 我从来没有真正的保护过你 不 你一直都在保护我 这次 我要保护你 小姨 自从嫁给你之后 家族一直不让你碰我 明天 我就要被司徒那个禽兽 糟蹋了 今晚 一天 一天 跟你在一起 是最幸福的 我走了 答应我 不要找我 不要报仇 我的好人正巧 回来了 一般的浩然正气 这是 一门二代弟子 路一天 你竟然练成了浩然正气 本源之力啊 实乃我一门之福啊 我一门数百年来 未见此等人结 一天 你现在要回到一门 赶快回到一门继承 掌门之位 二师伯 掌门当年 将我体内浩然正气消失 将我逐出师门 现如今又想让我回去 这种势力的门派 不回去也罢 你现在身陷 世俗烦恼之中 一天 只要你回到一门 一切 有一门并做主 我的仇 我自己报 我的老婆 我来救 一天 师父 我被怎么问 我们一定要挽回路一天 妙言 你一定要动用你 一门的世俗力量 帮助路一天解决司徒甲 记住 我们一定让路一天 重回一门 小小的司徒甲 在我一门眼中 就会一条臭臭一样 嗯 司徒少爷正在开会 你们如果没有预约的话 少爷是不会见你们的 哎别呀 麻烦您转告司徒少爷 就是我们怀着极大的诚意 还有哎 非常好的礼物 哎都欠的 这份礼物啊 保准司徒少爷满意就是 好吧 那我去汇报一下 我 喂 我警告你啊 待会看见司徒少爷可别哭丧了脸 听见没有不死丫头 什么态度你 告诉你 一会你给我乖乖听话 路上的话 我让你生不如死 你这你找死 臭的你来干什么 滚 一天你快走 不要打我 他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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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你 他怎么打到我老婆 我就要怎么打他老婆 而且是分贝 我们走 小畜生 你要把小姨带走 洪家就完了 你考虑过后果没有 洪家 这么垃圾的家族 完了就完了 不错 洪家 是 不过 在此之前 我先弄死你 哈哈哈哎不过你放心 你老婆 我会替你照顾好他的哈哈哈哈 少爷 好 那你 混混的 这是这是老子的地方 这是私图下 你不要命了吗 小畜生 你快住手 我命令你 必须住手 你算什么东西啊 命令我 一天 一天不要冲动 我不想你出事 你完了 果告 我现在不想让你死了 我要让你生死了 哈哈哈哈 都给我住手 爹您来了 就是他 上次伤了我 您说给我替我做主的 这次绝对不能轻饶他 他旁边那个女的 来会小心点 别伤着他 我要慢慢享用 爹您疯了 混账东西 洪家小姐也是你敢抢的 二位 犬子不懂事 惹怒了二位 环王二位高抬贵手 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你儿子不懂事 你还不懂事吗 二位 你们想怎么处置犬子 落了他的双手 这事就算过去了 谢谢 好 我 您请 您请 alley 请 还请二位答应我这个情绪 司徒门主 既然你这么说了 不接受你的道歉 不过 司徒家的产业就算了 既然我老婆都说了 那就算了吧 不过 我还有一个条件 什么要求 你当着我老婆的面 给我抽你儿子一百个嘴巴 这事就算过去了 如果不满意的话 咱们接着算证 混蛋我跟你拼了我 爹 我们司徒家为什么要怕那个洪家呀 在荣城我们司徒家怕过谁 儿啊 你不知道 这世界上有多少看不见的势力 你不知道这势力有多么的可怕 这有什么势力 在背后给洪家撑腰 你不知道 也许 我也不配知道 我只知道短短不到一天的时间 我司徒家的各个产业都濒临倒闭 此今被莫名其妙的动静 然后 神秘人给我传话 说这是司徒少爷得罪了洪家小姐的报复 这洪家 背后真的有这么大的势力 不知道是哪位大人物看上了洪家小姐吧 记住了 以后不许招惹洪家 我给你介绍一个美女 绝对是你喜欢的类型 这次咱们能够化解危机 一方面是因为咱们洪家在荣城的声势 让司徒家勾起 这另一方面 那主要是靠我的气势 让司徒们折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乔宝二说这气势强的 恨不得给他姓司徒的铁脚趾 一天 给我闭嘴 铁脚趾怎么啦 我大丈夫能屈能伸 是啊 能让我们洪家走过这场危机 就是功臣 功臣你做特兵 练守护红士纪犯 而的本事 哈哈 对了 那司徒少爷不是看中小姨了吗 为何不借此机会 踏上司徒家 哎爷 可能是司徒家 对他洪家有所顾悟的 哎呀爸 这小姨是一天的棋子 接他的司徒家不起 这事就算了吧 糊涂 为了家族大业 就算是让小姨去死 那也是他的胡闻 何况让他想出 爷爷 如果司徒家看上了你的老婆 你是不是也会忍住 该送上门呢 放肆 你敢羞辱我已经过世多年的妻子 啊 我是什么成分 你是什么成分 你敢跟我比个肚子宰吗你 哎呦爸 那小姨可是您的亲孙女啊 你忍心就要他受苦吗 哼 自从他嫁给这个窝囊废 他就不配做我的孙女了 哈哈 你这老狗真 我跟你没有话说了 小姨 我们走 站住 想走就能走呢 来人 把他给我绑了 是 老狗 抓我自己动手啊 派这些废物干什么 一天 他是我爷爷 你们总是说我是躲在女人身后的窝囊废 现在 谁才是窝囊废 小兔崽子 你找死 小姨 怎么打我都行 伤害我的老婆 我要你死 一天不要 是 不 奇怪呀 怎么这小畜生的身手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厉害呀 我也不知道啊 好像突然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要我说啊 就是狗急跳墙 知道自己媳妇要被人霸占 急呀 是吗 那你们这天在司徒家还发生了什么 没 没什么呀 说 我绝不相信 司徒家会顾及我们洪家的面子而放过这小子 再说司徒那小子是好色司徒 他必然不会放过小姨的 啊 我是真不知道 诶 许是哪个大人物看上了咱们家小姨 司徒家有所忌惮 诶 才没有动手 能震慑住司徒家的大人物 那要想得到小姨还不是易如反掌 这么遮遮掩掩的干什么呢 也许 这大人物 诶 就好这口 哎 老爷海诚的增加犯了请便 哦 哦 海诚的增加少爷来荣城了 似乎是要结交咱们荣城的警夷室 可罗 他没有邀请荣城的三大家族 却邀请我们洪家赴宴 爹 这可是咱们洪家的荣耀啊啊 是啊 我听说那个增加 巨有钱 那可是比那斯徒家 有钱要破这十倍 十倍 出一天十倍你知道吗 对呀 咱们这次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好好的伺候好增加 这样在荣城就没人敢欺负咱们了 哎爸 这次设计 咱们洪家都去吧 当然了 不过 只有凶红的可以参加 一天不去 那我也不去放肆 小叶你可是洪家人 什么时候都闹到你做主了啊 你必须得去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我不向你为难 喂 算你识相 不过你这个辣子 你不就是长得自己会点武功吗 别人怕你 我告诉你我们洪家 那有的是舞者 我虽然打 我 但是我可以找几十个舞者 我纷纷中弄死你了 好 那你现在就找人弄死我 好了好了好了 都闭嘴 小子 我告诉你 我现在正忙大事的 没工夫搭理你 不过你要是敢坏了我的大事 我必将你碎尸万段 哎呦呦呦你看就是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保证让你爽 不过 她是洪家的女人 好像还给大人物看上 大人 再大的人物在我增加也是个屁 这妞我要定 哈哈哈哈 曾少 您大驾光连荣城啊 权权成心的邀请我们洪世家族来赴宴 我们洪世家族收宠落惊啊 哈哈 我今天代表我们洪世家族成员 敬 准处上一位 来 走上 请 好 我出来荣城 那我就恪随主殿 听说你是荣城第一美女 怎么喝饮尿啊 这可不好啊 老一 怎么这么没理数 蒙林 赶紧给他倒酒 曾少 我老婆不喝酒 疯了 看来你们洪家人不太清楚 老一 少废话 赶紧蒸少酒 不喝酒 松少 我敬你一杯 这样喝酒可不行啊 咱俩得喝焦杯去 丘尔 救出我 别闹事 你还不喝酒 小夜 你的手真美 让我好好欣赏你的 我的手不好看 你赶紧落座吧 我这个人有个癖好 就是喜欢女人的手 那小夜 先让我看看你的手 放手 希望看人的手 回家看你猫的去 一天你住手 住手一天 住手 对不起 路一天快住手 跪下给曾少道歉了 大人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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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等候 皇帝宫頸 還不錯 雷波我肥的他 消毒放心 你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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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你沒事吧 哼 憑我皇屏上级的實力 收拾你 一入反掌 給我殺了他 少不放心 我求求求求求求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饒了他 寶貝 只要你聽我的 我就答應你 啊 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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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一個廢物 你剛才不是臉牛嗎 你再給一個事實 小雷就不饒了他嗎 不能饒 就小兔子剛才差點又一次毀了我們紅家 就是 這次絕對不能侵擾他們 得罪了曾家 這次沒有曾家的靠山 咱還怎麼再容成成定義勢力啊 就是紅家 回來 把這個混賬東西給他吞噬 趕出我們家 趕出去 滾 不你 爸 站住 倒霉了吧 活該 爸 路一天他被打傷了如果不管他他就 閉嘴 都是這小子人的話 他早就該死了 這次多虧了曾少看上了小一啊 上次 我們沒能靠上司徒家 這回我們一定要靠上增加 有了增加的財富支持 我們紅家一定能夠崛起 好 吼 我 泗 你 不然 不然 我 立即 哈哈哈 去吧 去給我洗乾淨 怎麼不想洗啊 那我幫你除了 哈哈哈哈 既然你不想洗我也不勉強 那我就 Direct 是嗎 既然你不願意 我也不勉強你 不過你老公安全 誰能不能不張眼 是嗎 十萬劇中品 少主快跑 來大哥 啊 啊 我不认 我是处长 我不认 我是处长 停停停停 你这么惩罚自己 也太简单了吧 嗯 你是用这只手摸的我老婆吗 啊 英雄 别 别别 别 你饶了我吧 我愿意将我们一下实验的财战 全部封上 我都会赔偿 哎呦 你真以为你有几个臭钱 就可以随便欺负人了吗 不不我不敢了 又再也不敢了 又再也不敢了 现在就转账了 快点 好 喂 什么也不用问 现在立刻马上 给我把我名下十个月的财战 全部斩到红小姐的名下 你 现在马上就一办 没秒 老子宰了你 英雄 马上就办好了 一天 十个亿 到账了 英雄 这下可以饶了我了吧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折断那只手吗 因为我需要你打电话转账 但现在 我需要 拿回来 找到 今次 我不是跟你說過 叫你別管閒事別管閒事 大問 老東西 我今天過來是有話要跟你說的 從今天起 小姨和我岳父 將退出紅世紀 哎一言為定 但是紅林的小姨的顧問被全部留下啊 對呀對 紅林 你這個小姨和我岳父 這是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 你這老東西 該不會老年痴呆了吧 就是字面意思 退出 放肆 我沒跟你說話 你不配跟我說話 你把我老婆當做禮物送給別人 你把自己的孫女當做賺錢的工具 根本不配做人 你 混賬 爹那是讓小姨去享福 你算個狗屁啊 啊 跟著曾少才能大富大貴嗎 就是就是的 要是我能年輕幾歲 我說什麼我要追上曾少 什麼狗屁曾少 在我眼裡面連一條狗都不如 哦對了 我已經把他給廢了 就憑你 我呸 曾少的老婆 那可是皇級高手 還沒等你動手 人家早就把你廢了 上一次那是人家饒你一命才能坐在這兒 這小子瘋了 特地瘋了 開始說虎話了 他沒說虎話 爺爺各位 一天已經將欺負我的曾少打傷了啊 啊 啊 這這這開了得 這這怎麼辦呢 這這 完了完了完了 我跟你說這曾家肯定得報復咱們 完了 是啊 是啊 還會他會用錢 讓容超三大家族一起對我們下手的 各位沒事 曾少已經沒錢了 他已經把名下的財產都給我 哇 爺啊太好了 那說明曾少他喜歡你 他不光不記著你老公打個他 還要讓你曾家做主呢 是啊小野 你怎麼伺候曾少都是值得的呀 以後對中少好一點啊 不是 是一天將他打傷 逼他將財產給我的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他的貼身保鏢 那個皇級高手老徒會不管 他也被打傷了 不可能不可能 瘋了都瘋了都在說胡話呢 董事長 這是增加名下資產的過戶文件 是 是 是 竟然都過戶給洪小一 增加還挺實相 不光把錢給了小一 連名下所有的資產都轉給了你 是 對了二叔 你放心吧 我岳父和小一 確實一點也不會要你們紅氏集團的股份 我們這就走了 等等 小一啊 你還年輕 沒什麼經驗 你說這麼大的資產 你管理起來太費金了 還是交給爺爺 讓爺爺幫你打理吧 就是就是 我們都能幫你 對了小一 以前婶兒對你不好 你千萬別記恨啊 可我們是一家人啊 就是一家人 我們都可以幫你的 你們還真是恬不知耻 想幫小一可以 先跪下來認錯 走 姐 姐夫 小一 二叔錯了 二叔真的錯了 一天 爺爺年紀大了 得饒人處且饒人 要不就算了吧 一天 要不算了吧 好歹我們也是一家人 好吧 我無所謂 只要我老婆不生氣 那就算了吧 反正 這點財產也算不了什麼 走吧 兒子啊 你是惹了不該惹的人物了 爹 就算那小子是玄疾高手 咱們增加也不怕 咱們增加不是有四位玄疾高手嗎 四位玄疾 天地玄皇 四級高手 每一級 分上功下三品 世俗內 一般為玄皇級別 世俗外 可有D級高手存在 D級高手 可以毀滅一個世界 難道那小子 是D級高手 這 不知道 但從神秘人手段看 不像是玄疾人所能辦的了 這次 家財散盡 又算買條命吧 我不服 我 爹 就算咱們海上增加實力不济 那也是增加一個分支 那 那咱們可以請燕城增加老祖宗 他們不是有幾個玄疾高手嗎 你小子就別再惹事了 老祖宗一直閉關地籍 可哪有那麼容易 一天 你到底是誰啊 我是你老公啊 我都不認識你了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厲害了 因為我最近修煉了 那你告訴我 震懾司徒家和增家的背後力量 是你還是另有其人 小伊 這個世界太複雜 有些事情你不必知道 你只需要 單純快樂的生活就好了 可是你不告訴我 我擔心你出意外 你放心吧 那股實力有求於我 絕不敢動我 是 是 可是 小伊 相信我 不要問了號碼 喂 就是 我原來 姐 小伊啊 一天 小伊啊 這個新公司啊 已經籌備差不多了 看這怎麼安排人事工作呀 一天 你看 這麼著吧 小伊是董事長 我是總經理 我岳父是副總經理 你們幾位 部門經理吧 這也是看在小伊的面子上 小伊 別得意忘形 你以為這新公司 是你一雙槍頭打下來的嗎 不是嗎 不是嗎 當然不是啊 就算你一個人功夫再好啊 你能把整個增加的勢力一網打盡 我告訴你 還不是因為有大人物看上了我姐 才能暗中保護我姐嗎 爺爺 滾 一天 你要是真喜歡小伊 你就和他保持一定距離 爸 我覺得是一天的武功 鎮住了他們 弘林 你太幼稚了 你真讓我失望 那你打算怎麼讓我和小伊保持距離呢 先離婚吧 放心 為了補償你啊 公司會給你安排好一個職務的 在座呢 有一個算一個 從今往後 再有一個人提離婚兩個字 這娘們就是下場 媽咪 那這樣吧 一天啊 你到我們紅氏集團分公司上班 這樣工作起來 你和小伊也能保持一定距離 好 好的爺爺 那就先這麼安排吧 小路 這些資料一會兒給我打字 打出來 按讚 我回答 sin 跑 就是 MING 下班 小璐啊 帮我借下孩子吧 我还有加班 我为什么要帮你借孩子啊 我又不是孩子他爹 混蛋 你个新员工 现在敢占我便宜 不许下班 给我把公司制度抄写一万遍 大小姐 大小姐来视察工作了 我跟你说 现在的新人啊 太目中无人了 应该好好管教管教 大小姐 你为什么打我 狗东西 你自己好好想想为什么打你 滚 是是是 看来新工作不好做呀 老公 那当然了 我需要老婆来保护我 我就喜欢吃软饭 讨厌 哎 哎 哎呦 哎呦 三五 我们海城增加都会被他们毁了 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 混蛋 我告诉你 我不管那毛头小子是什么 啊 啊 我一定要把他随时万断 可是 爹说 那小的媳妇 他后边有低级高手照着 他不好弄啊 无妨 老祖祖马上就要出关了 啊 哎 哎 我 那计划好了才行 那就 一切全亭三万来了一废 我们需要 等个机会 喂 小子 我被降职 你也别想好过 哼 我要是当店长 你就给我当店员 好吧店长 你应该好好想想 你为什么会被降职 还不是因为你这个倒霉鬼过传染的 自从你拉了公司之后 我就不顺 其实你要是尊重我一些 也许会有好运 你算什么东西 我还尊敬你 我呸 还不上去伺候 每个眼力价 你好 兔包子 女士 女士 注意点素质好不好 你给我 我没没解决 我只能有个人 你不再有个人 我会想太多了 你不再带我 我会跑了 你不再带我 你不再来 你不再带我 我只能看我 打电话 老公 被人欺负了 有人要打我耳光 你还不赶紧过来给我做主呀 我知道了 你在哪里啊 好 我这就派人过去 路易天 你可惹祸了 惹了大祸了 大小姐 又是这个惹祸的混蛋 你看 得罪了大客户 这回可不能再倾饶了他 嗯 开除了 这种人就应该被开除 我说 你被开除了 我 为什么呀 因为他是我老婆 回公司财务部领三个月工资 这里你不用管了 好吧 没想到你小子居然是个吃软饭的呀 你 你胡说 你 还没有人敢对我这么放股 你 你 你敢 我老公快这 这是你自找的 小刘 我宰了他们 你不要轻易挖动 你得罪了不敢得罪的人 我不管你背后的人物是谁 想欺负我老婆的人 我都会让他变成死人 我老大人 不管他是谁 不用跟我介绍 你放心 当着我老婆的面 我不打你 那样显得我不绅士 站住 我不打你 也没说放过 抽自己一百个嘴巴 然后滚出这里 不着 连我的女人都敢动 总督大人 按理说 红氏集团不应该有这个难量 在戎城 就算是三大家族 也要看你的脸色行事 这小子功夫怎么样 在这里 没说过 我说 我说 没时间 不知 我说 他说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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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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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